全红缠这一跳究竟有多不可思议 裁判都毫不犹豫的高举满分 现场观众更是看傻眼了 北京时间2023年7月19日 福岡市锦赛10米跳台女子决赛 毫无疑问关亚军都会被全红缠和陈玉希包揽 接下来我们一起回顾一下两人精彩的舞跳 出场顺序是半决赛排名的倒许 陈玉希倒数第二个出场 在此之前她有感冒的情况 预赛和半决赛状态都有调整的空间 另外她也是本次试锦赛的未明者 陈玉希压力还是挺大的 陈玉希第一跳107B 第一跳稍微的有一点点紧 但是这个动作质量还是非常好的 发挥稳定拿到84分 紧接着最后出场的是全红缠 经过多次大赛的磨练 全红缠的发挥逐渐的稳定 并且207C也很好的克服 几乎每一跳都没什么瑕疵 全红缠第一跳107B 发挥也是十分稳定 拿到81分 第一轮结束 陈玉希暂排第一 全红缠第二 来到第二轮 陈玉希和全红缠都是407C的动作 陈玉希起跳非常有力 接近完美的一跳 有三位裁判打出10分 拿到92.8分 92.80分 紧接着全红缠出场 稍显遗憾全红缠这个动作落水没太压住 其实最近一段时间这个动作全红缠一直在调整状态 最后拿到了83.2分 这一跳是83.2 来到第三轮 也是两人唯一一个不同的动作 陈玉希选择的是难度系数3.3的626C 这个动作陈玉希预赛失误了一点 这次又会怎么样呢 从场边教练和观众就知道这是一个无可挑剔的动作 三个十分 这一跳拿到了95.7的高分 接近满分的成绩 接下来全红缠的第三跳是难度系数3.2的624C 也是没有问题接近完美的一跳 单跳动作91.2分 前世界陈若林教练也是不断的鼓励全红缠 来到第四轮动作 同样都是207C 这个动作对于陈玉希来说几乎是从未失误过 外加今天的她状态非常好 毫无意外陈玉希又是接近完美的一跳 拿到接近满分的97.35分 相信关注跳水的都知道 全红缠之前一直在克服207C 但自从克服了之后 这个动作几乎每次都是满分 看看现场观众的反应 六个十分满分99分的207C 全红缠太棒了 满分动作恭喜全红缠 四轮动作下来 陈玉希完美发挥以369.85赞列第一 全红缠以354.4赞列第二 来到最后一跳5253B 陈玉希能否继续延续她的好状态呢 中部队锁定金牌 没问题88分 陈玉希又是接近完美的表现 起跳高度充分 小姑娘自己也是湿润了眼眶 接下来是全红缠的最后一跳 也是近乎完美的一跳 没问题也是接近完美的一跳 拿到了91.2分 全红缠的总分定格在了445.60分 最后陈玉希以457.85成功为免世锦赛的冠军 全红缠以445.6分拿到亚军 同时全红缠非常有意义的拿到207C的6个满分 恭喜两位姑娘 如果你也喜欢两位姑娘请多多为她们点赞吧 我们下一期再见